这盘棋讲解是2024年的五位列台赛 这是第一局 棋手张明浩上传了他与王庭特大的对局 我们看一下 开局是当头放 对阵棋马 红方上马 黑方出局 看过直播的棋我都知道 直播间摆了棋是上马 冲中兵这度变化 局没有出 可能是没跟上吧 那么看一下他的正招式是出局了 那么对方上马之后 红方挺兵 黑方进足 红方则是过和局 王庭一就腰队 那这儿的话不对 退炮 然后呢 这个中兵就冲了 准备击中兵 那很明显红方是由贝尔来的 常规招法 推卧星马或者是不是 推卧星马比较激烈 不是的话比较稳正 但是因为红方可能有研究 王庭一的话 已经常给变招了 到这的话 他下出一个非常积极的跳马 这招棋 要么红方就退局回来 要么就盘头马对弓 要么就冲中兵 其中呢 冲中兵是最为激烈的 但是也是容易被对方利用的 你一冲之后人家一冲 你拱于将人家瞬间一分钟跑 现在还牵住你 随时抛尔金把这个兵吃回 所以的话 这个棋功能太极没有便宜 反而容易吃亏 左边出太慢 红方的决定平局是太应手 那么如果说黑方回去打局 红方在左开 黑方在上的话 红方不想变 那就喝起 想变的话 再退局或者是上马 都可以下 那么这招棋 王庭一他主动求变 并没有退回 可能是担心起手呀 想这样不愿作合 从这儿可以体现出呀 王庭一特大这个喜功后杀 对下棋有很强的进取心 这个确实是难能可贵 后手强变 想杀红方 红方的话 这个棋 那棋谱招法就是上马 这个棋呢 对方就会切进来 但是临场的话 他担心人家踩完之后踩他兵 就没这么走 可以举个例子 把这正谱给压摆一下 上马之后让他吃 如果你直接吃 他一踩 你再聚三平四 当然可以 那么这儿的话 掌局更为积极 为什么呢 因为常规招法是捕士 对方呢 将来这个棋 他可以飞向 看主 你就吃不到这个字 然后呢 等你出横距的时候 人家就泡耳平 出距了 这样黑方会反先 所以的话 他会直接出距 这里黑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飞向 一个是按照原地计划 拼炮出距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 飞向的做法 这样的话 他可以平距过来 准备抓马 胁迫你 正常你得换 换掉之后 他如果打掉 那你再出距的话 他就这招棋 对方要受攻 那这个棋 还有一种变化 就是他向掉你 也可以 你想平炮出的时候 他就封锁你 所以呢 从这个局面来看呀 或许啊 先平炮 黑方是最为积极的 你们看看 红方 怕不怕 你这样走的话 他先围就照 因为你出距的话 他始终是担子炮 他先吃你 虽然说 你可以有一个出距 吃炮的手段 他这一吃 你就打一张吃人家 但是人家有一个 居三平五 所以这招棋的话 你还得丢一个 那这儿的话 你打人家跟过来了 白丢一个子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棋不能急 红方呢 这个居 吃足抓马 是绝对先手 那黑方呢 不能出距 他就会先采居 红方呢 有两个选择 如果居三平四 跟之前还原 到这儿的话 他很可能走的是平局过来 把对方呢 就拦住 不让你出距 黑方则是 强行采居 你抓 他就上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就可以出距过来 如果你将军 他先吃你 你要受攻 兵就过去了 那你要是正常 冲过来之后 认为他不能吃 将军杀棋 他可以把这个局 拿过来 双军胁迫你 你一组将死 所以你不敢走 那这棋怎么办呢 走到这儿以后呀 黑方有可能往下冲 到这儿的话 红方还不能继续吃 如果你吃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 跳江 你还得过来 不然姜死 他这儿就可以抢先 给你对杀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就没便宜 黑方白贵一个足 所以在这儿 他想纠缠的招法 就是上中马 打着马 吃着马 继续杀对方 这棋比较凶狠 但是黑方又有巧手 可以弃足 你要是敢吃的话 他就是回马 踩双军 所以这个棋 你顶多就是杀一江 出来 再杀一江 进来 吃掉 这样的话 那这棋啊 他随时可以把鞠量除 而且这边一补个象 就要吃泡 所以这栋鞋啊 黑的有力啊 那么这儿的话 要注意 那现在既然不能吃 情况下啊 这儿怎么做呢 那红方可能会直接吃马 但是黑方仍然会踩双军 这就是黑方的妙手可以结尾 但是呢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按照刚才的速度 杀一江啊 然后再杀 这样的话 其实呀 红方拘手自己的兵线 要比刚才位置要好 将来的话 这马一上啊 可以攻守兼备 黑方呢 他毕竟有两个拘啊 好一点 但红方啊 只要以攻带守啊 也是力无外 所以呢 这个棋可能是双方的争辩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呀 这就是泡尔平尼的变化 红方这棋 先上马 让对方跳进来 直衡去应对 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棋啊 它比较复杂 难以把握 如果应对不当 那可能就很危险 所以的话 这个棋 红方走的最简单的走法 就是吃 这个棋就脱普了 因为很明显 你一吃会被对方利用一下 高手一般不习惯 这么走啊 但是利用一下 也不代表会有什么棋 红方就忍 到这儿反正吃了对方一个足 从棋里上来讲 也是行了通 黑方就在利用 红方就过来 这儿的话 很明显这个局是要受攻的 但是红方这时候上马 你打局它可以闪开 问题倒不大 黑方呢 就平炮考验对方 这个棋啊 他似乎啊 积极招法 要走炮二斤四 先点进来 或者是捕食出局就行 平炮的话 看着好像赤子 红方临场就上了 他是比较稳妥的走法 这个棋 凶狠的招法 应该是紧炮 就直接可以打一张抽居 等你捕食呢 强度中兵 气又给你吃得上马 先去后去 这个棋应该说红方呀 气是更盛一点 因为你吃这个词 他解决不了问题 他反而气给你 将来这个炮一进 冰一冲马一上 这边随时可以过去攻杀你 所以把这个问题 交给黑方解决 黑方虽然多子 但是也不舒服 所以到这儿的话 应该呢 比较激烈 临场的话上马 那这样的话 黑方就 起合一拉 这个棋呢 双方也就平稳 红方到这里的话 常规招法就赶快出局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 是上马 就想急于给对方一队 求问 顺便抓炮抢先手 不要的话 这个棋 黑方给顶住了 红方这个马 就显得比较尴尬 而且呢 他把这个鞠也整得更尴尬 这儿被锁出不来了 随时呢 有可能被抓死 红方到这儿的话 一看他打一张吃鞠 这不行 得送掉 他希望的是 对方一冲 马三进我 将有个挂角双杀 一旦你也补视 他兵一冲 起死回生 反而追杀对方 那王天一啊 他不管你 他选择的是把这个马踩了 其实马六进屋 可能更妙 他这儿无论你怎么走 人家过来把鞠抓死了 所以这个小主意啊 平常的话 这个棋 王天一可能是担心啊 这马一上 在中路 有顾虑啊 所以没敢这么走 那这儿的话 他是简单给踩的 红方也就吃 站来的话 这个棋啊 拱着炮 但是不能拱啊 这边牵着鞠了 那这儿黑方也就冲 红方现在这个棋啊 他选择直接冲过去 那也是啊 不愿意和这个鞠 被困在这里 就跟他拼了 如果不拼的话 这个局面下 正常飞向也是可以啊 飞向的意思就是 我出来把鞠给你对掉 那这儿的话 因为你现在直接对啊 他对完之后 我向打了 所以飞向更为积极一点 对方可能就要抛换马 那这个棋将来 鞠还是被困住啊 但是呢 红方暂时也不怕 因为黑方没有什么手段 能吃这个阵 所以这个棋就是 黑方反先之势啊 他先冲过去的话 那明显就黑方占优啊 用炮换了个鞠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眼看要受攻 索性呢 就跟他换 如果黑方啊 想不换退回 也是可以 反正这个棋 你将来少个鞠啊 人家围城就行 黑方多一个子 多一分胜算 但是呢 这个棋啊 黑方很自信 就吃 不愿意说 跟他走这么纠缠一棋 到这的话 他是一种非常自信的体现 就认为这个棋呢 赢你啊 不需要多保留一个子 那这儿红方一出 黑方呢 就没空嘛 结果呢 这个棋 红方超时了 从开局到现在 能走这局面也不容易 每一步都是刀光剑影 因为金中兵 本来就很激烈 他一招走不对啊 就要竖起 那现在黑方这局面呢 是大优啊 但是他想迎骑 还是有难度 红方最佳招法 给大家看一下 进鞠呢 就吃啊 然后回手掏 那对方就是看住啊 不然你动 拆炮的话 赶快要防守啊 这个足过来 就是要欺负这个马 他是想引你上马 中间一对鞠 勇于杀勿鞠 这样的话就速胜 那么不肯的话 这个骑就过来 到这儿你还是不能上马 你飞向的话 他中间啊 立中鞠就行了 将来的话你拱鞠意思就是啊 这个马跳开啊 想踩对方这个足 对方不让啊 一捕失之后 对方双霸王鞠 他的目的是把鞠堆掉 而红方这个骑啊 他点鞠就是不对 那你再退的话吃啊 他这儿就给你拼了 黑方则是尽速抓马 吃到这个马就能赢 红方肯定退回不让吃 黑方在这儿只好拱掉 然后呢 这里进行一个交换 这换之后呢 黑方他如果吃这个兵 那红方就有可能退回啊 吃这个足 把对方牵住 他就不好赢 所以他现在要进居 看着足 就把这个兵抢掉 保证有两个足才好赢 红方则是冲起来不让 如果你直接吃的话 他可以平居过来 将来你吃他退回啊 同样是牵住足 不好赢 那么这儿的话 先不是的意思就是 不让你牵住他 再过来去吃 红方的话 这个机就退回 准备呢 停兵要对 所以黑方在这儿 不吃也不行啊 必须得吃他 然后呢 红方上马去采足 黑方一平 这个马是可以上 一旦这个马上去 对方也有顾忌 他这儿的话就吃 就说你先上 我可以支持 然后你不上 我就对居 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居双足 对战马炮兵 像这种残局的话 黑方居双足 相当于三居闹市 红方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一对居啊 黑方就必胜了 但是红方先上 对方得支持 他这边有一个回码 采足 所以这里 黑方就很难引到了 因为这里的话 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看 要么就平 首先你平 可以吃抓死了 你要看的话 他可以采双 现在有一个弃子 你要是吃居的话 马炮 摄像全引不到 吃满的话 现在就是一个考验 就是看这个棋 红方基本功好不好 能不能守合 所以这是黑方最满意的局面了 红方最顽强就走 这个地步 刚才说到这个棋啊 如果进去看 那直接采掉的话 也是还原来到这个棋 他这个棋啊 平开是 比方说我基本功不好 我把你打掉再一次 我一个局 和两个局 总有把握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棋更容易合 那黑方闪开 就是必须要逼你走的这个局面 到这儿啊 双方就行这个局面 最终的话就是啊 那现在黑方考验红方 就看你拘炮摄像拳 能不能守合双局足了 只要基本功好 就可以守合 结果温差就要输 所以这个局面 双方都满意 这是最后的一个大结局 就该这样子 实际上是红方超时了 最终王天一获胜 最终王天一获胜